好 下水了 整整七天没梳洗 趁着阳光露脸 大伙儿在中央间隙坦诚相见 蓝教官还摆出布袋细有的姿势 两脚翘高躺在溪水里耍宝 流水悠悠 肉香四溢 让人想起中央山脉大众走的哈伊拉罗西 以及那段同甘共苦的漫长旅程 我们重返中央山脉 再次助力中央间山头 往事历历在目 小白则带给我们全新的感受 无论是旧回忆还是新视野 总有这群亲如家人的老朋友长乡左右 重返中央间 重返那些意义非凡 一切吃苦的幸福时光 一切吃苦的幸福时光 这边又有一段要高绕了 这边舒适以后 这边又高绕了 那前面对我已经往上了 好 我们也高绕过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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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暴雨冰雹 让中央间隙的溪水进账不少 能涉水的地方有兰教官挺身而出 帮助爬山很行 涉水却很有障碍的族人 可以高绕的地方多爬点山没关系 原则是不和溪水正面冲突 比起昨晚下中央间隙的时候 溪水黄酌湍急 今天的溪水显得亲切一些 但是溪时临巡 山谷陡峻 中央间隙还是脱不了太古洪荒的气息 不是随时可以停下来 取一口水喝的婉约溪流 唯有这样的气质 才能搭配远处的山峰 大家今天速度比较快一点 我们已经塑形中央间隙一个小时了 那现在海拔是差不多2500公尺 走到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远远的一座山 非常的尖 但是还不是中央间山 那是中央间山的东风 3580公尺 看起来是非常的险峻 我们待会就是要慢慢租到 中央间山跟东风的安部 上距离差不多1000公尺 距离还蛮遥远的 我们还要努力慢慢的走 哇 Jeran 走了快两个小时 中央间感觉还很高 很近了 很近 看起来很近 可是走上去还是很吃力 近在咫尺的一座山 可是我们不是直接上那边 我们是要上安部 到安部 安部 那个路看起来就是好像站起来的 那边是比较不好走的地方 对 那边比较陡 对 走中央间 体力还是要好一点 而且走了好几天 很多人会在这边放弃 就不上来了 对很多 一般的队伍 所以到这边可以取水 背到安部 煮面 吃中餐 那再上去 中央间 有的就背到全面 森林那边 就那边煮面 再供上去了 因为时间要很长 需要很多体力 在这边取个水 如果说时间够 就煮个面 大家吃一吃 煮个面 補充体力再冲上去 一开始也不能一直惊 惊到山顶可能体力好轻 所以这体力要平均分配 把中央间来回 也是要慢慢慢慢 顺顺的上去 就看得真的是很遥远 就是要走到天上去 走过中央山脉大纵走 我们不知道走过多少条 溪流的源头 但中央间隙给大家的感觉 就是不同 当时从山屋所在的溪谷 忽左忽右一路缠绵 爬升数百公尺抵达溪圆 行到水穹处 一行人在溪流的源头 煮了壶中央间隙咖啡 以丰富的矿物质和小小的虚荣感 调味 那股难以言传的咖啡香 回想起来都让人有点熏燃 这次重回旧地任务不同 得赶在云雾涌上前登上制高点 麦哥脚步不停 也没开口说话 就这么没血没眼泪地 匆匆路过充满回忆的地点 熟悉拍摄作业的向导 身心都做好停下来的准备 一时难以接受 连摄影机都感情丰富 离开溪谷前带上潮润的水汽 我们离开西园没多久 摄影机便镜头起雾濕了眼眶 出太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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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溪谷就比较清楚 远远的可以看到南峰那边了 OK 现在很难得中央间这边出太阳 我们就把握时间先来飞行空拍 好 好来 因为上去有时候起雾 好 好 小白出动 正驾驶来了 远远 我们天气好就先飞一趟 可以把溪谷啊 或者飞机飞出去 可以远远看到中央间 OK 试试看好了 我们的停机棚打开了 嗯 这拍摄都是在等待时光 有好的光线就先拍再说 这几天天气变化太大了 太诡异了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把它组装起来 还是转方向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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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光的 对 这组装比较快嘛 最带的 OK 好 因为要空拍啊 如果真的是用大型直升机啊 然后再加 比较专业的陀螺去空拍的话 那个成本啊 相当相当的高啊 我们大概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只好 我们用人 把小的空拍器背上来 到现场来拍 那他拍的效果也蛮不错的 大景也可以拍得到 但是更 比较特别是 这种空拍器是可以 拍比较局部的小景 比如说可以在溪谷里面飞 比较窄的森林里面 或在比较窄的空间飞 那这种就是大型直升机 没有办法做到的 他没有办法飞进这个 溪谷森林里面 好 要先卫星定位一下 嗯 有呢 我怕会被打到 好 小白飞吧 先试试看 好 离开中央间西西原 接下来就是那段牆壁一样的陡直山道 小白以前没来过 我们放他升空 先感受一下攀登中央尖山的路况 这段路我们虽然走过 但也是第一次用这样的角度俯瞰中央尖西西谷 只见溪流充实山谷 绿色植物覆盖的土地被分割成一块一块 向导在一旁闲闲地晒着太阳 仰头看小白放风 这些闯荡山林多年的汉子 对小白有种唯妙的情谊 背着他的时候闲重 心里得哼热 他不重 他是我兄弟才能平衡 看见他升空 借由他带来完全不同的视角 看见自己一辈子闯荡的山林 又觉得这个累赘的小东西 还真的拥有人力所不能及的本事 明知道会加倍辛苦 竟然暗自把他当成一个 性格和能力可以互补的好朋友 有一天要带着小白走遍台湾山野 让小白用不同的眼界 看看自己曾经走过的地方 现在大家在做最后的努力啊 最后这段大概还有一百多公尺 这段碎石坡到这边是越来越陡 越陡走起来真的是气喘吁吁啊 那想到他们推得比较快 已经走到快到安部了 我们也不能太快 体力耗尽也有 大家保持自己的步伐呼吸 然后慢慢地往上推 OK 天气了因为不好了 云雾慢慢过来了 在山上 分分秒秒温度改变 云雾聚散都攸关生死 所以对老天的脸色特别敏感 现代人坐办公室 常常下班才发现 啊 原来下雨了 不是它迟钝 而是办公室里老板脸色 同视动向更重要 生存本能导致关切对象不同罢了 要紧的是专注当下 既然上山 就专心看老天脸色吧 累人 累人 到了安部 到了齁 还有900 现在不是猎人啊 是累人啊 我们速度比较快 到了安部屋 从山屋起算的话 大概爬1000公尺了 所以今天爬的也是蛮累的 这边海拔差不多3450左右 所以待会到安部了 就可以在那边休息一下 那我们之前大众走的营地 就在安部这个地方 在那边过了一夜 那次是粽装上来 飞水上来 那这次来 景色都不一样 发现 这边这么多南湖杜鹃 那时候都看不出来 那数量好多 颜色非常的橘色 可能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很像山顶 还要保持一下战略 好的 腾龙 加油 腾龙 还好啊 还好 没问题啊 没问题 不错不错 巨星来到中央监 看 可以 可以 摇开南湖大山 都已经过来了 已经过了中央山脉 但是还没有翻过去 希望下午不要再下冰稿了 那就会很惨 OK 那我们休息一下 那你就上去了 好 好 休息休息 这行动了 后面这边比较丁风了 从中央监山屋到安部这段路 垂直高度超过两座101大楼 还得涉水渡溪 攀上陡峭的碎石险坡 如果不是中央监山翘旗蒸容 景色独具 这段路连山羊都懒得爬 助理阿德本来可以在营地等我们 没有飞上来的理由 但是都到了中央监西 再辛苦一下 就能在人生履历天上一笔 当然要勉强自己一下 很多成功的故事 往往就因为勉强自己一下